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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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眼下这档口旧人要结 别顾那么多礼数了 要不让干妈跟我过去 念人在你那目标已经够大的了 你干妈再过去怕是连你那也不安全了 好了 谁都不说了 三子 念人我就托付给你了 等过了风头 你再把他送回来 三子 就这老爷的话办吧 他才能为你 既然老爷太太这么信任我 我郭采三在这儿上小孩 Mickey个儿 有我在 有大小姐在 我要是有半点对不起大小姐的地方 出门让雷劈死我 三子 用不着法毒室 虽说你不是范家的儿子 可是我对你比对谁都信得过 老爷不说了 我心里有数 等过了这阵风 我保证把大小姐平平安安的送回家里来 好 三子 你等一下 我去收拾几件换洗的衣服 你给念人带过去 好 玲子 别带那么多了 有几事那一外衣就行了 大小姐说什么没有啊 说什么呀 一直发着烧 到现在还没醒呢 那要不要给大小姐 把那身吃衣裳换下来啊 已经换下来了 大小姐挺好的 你就放心吧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啊 光瀚 别闹了 快起来 回屋吧 咱别闹了 快起来 起来 我没闹 我没闹 这儿凉快 我在这儿过过风 我爱谁事了 回屋吧 回屋咱们打盆热水 好好洗洗脸 快起来 要不老爷真的该不高兴了 起来 别人都他妈高兴了 起来 我还没高兴呢 这不是小三子吗 少爷吉祥 您忙您的 千万别打理我 吉祥不吉祥 那得看你小三子给我多大脸 自从你走以后 我在范府 我里外不是人了 光瀚 别在这儿胡说了 妈 咱可是一家人 从我来范府 你给我说过一句好话吗 这小三子他不过是个听差的 光瀚 你要是再这样胡说 我找老爷去 老爷怎么着 我媳妇肚子里怀的是范家的子孙 明白吗 知道吗 少爷 我知道您心里不痛快 这样嘛 咱找个背音的地方 你骂我两句不就痛快了吗 成 走 走 你这是干嘛 甭管一边待去 小三子 你这是干嘛 没事干嘛 您让少爷骂我两句 痛快痛快 没事 走 走 走 怎么着 小三子 招骂 你还有话就说 有屁就放 你他把 光瀚 我让着你行 但对太太不许这样 谁要敢对老爷和太太动歪心眼 我杀了他 我杀了我 干嘛 您要是受了什么气千万不能瞒我 少奶奶 对不住您了 太太 杀了 好 郭彩三杀人了 怎么了 郭彩三杀人了 光瀚 怎么了 小三子差点没杀了我 光瀚 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 小三子怎么可能对你不敬呢 他差点没掐死我呢 大少爷 您这话说的可就不实在了 在这院子里敢杀人放火的 可只有大少爷您了 你 林子 你怎么跟少爷说的话 回少奶奶 我是看大少爷细眼的好 才凑凑性的 二斤 二斤 怎么了 帮帮我 我要吐 快快 什么 你说刚才小三子敢打你 千真万确 你看脸都肿了 牙都松了 当时谁在场 二斤 太太和林子都在 他们全都看见了 二斤 去 把太太和林子给我叫来 老板 爸 我要说半句假话 我出门打雷被劈死 吃饭把我噎死 光汉 别说那么多 等他们来了 我问清楚了再说 爸 你肯定给我做主 你肯定给我做主 好了 不要哭哭啼啼的 挺大的人了 等待会儿来了 我问问他们 月娘 刚才小三子是不是打光汉了 刚才他们两个到影背后面说话去了 我就听见光汉在喊 小三子杀人了 打没打 我没看见 林子 你说说看 回老爷 我什么都没看见 我脸都肿成这样 你什么都没看见 你脸肿了吗 我这脸是怎么回事 我自己冲我往前上撞的 你放手 你为什么 谁也不许说谎 小三子到底打没打 我没看见小三子打他 而且 我也不相信小三子会打少爷 妈 你这不是瞪脸 你说瞎话吗 你 不虚无礼 你们当中肯定有撒谎的 等我当面问清楚小三子再说 不 不走 我不走 大小姐 我 我冷 我冷 我冷死了 三哥回来了 夏先生 你找谁 我叫施光文 我是念人的朋友 我想起来了 你是光武的哥哥 对 来 请 坐 您坐 你找我有什么事 是这样 您看 光武被捕了 念人我也找不着他 我就是想问问 您这有什么消息没有 他们的情况我一无所知 念人会不会也被捕了 什么 念人也被捕了 我是说有这种可能性 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这不是急死人吗 光文 你先不要着急 再找找看 来 我这里 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有什么消息 我会随时通知你的 太谢谢您了 不客气 那我走了 好 慢走 再见 再见 谁 是我 光文 光文少爷 这么晚了 您来找谁 我找太太说句话 那您进来吧 老爷 什么事 有急事 那进来吧 来吧 来吧 老爷 世家被抄了 光武被抓走了 光文 快说说怎么回事 光武游行的时候被捕了 晚饭前军警去我们家抄家 我妈疾病了 我爸也不敢来您这儿 怕连累你们 你没事吧 谢谢伯父 我没事 刚才我去了趟学校 那儿没有念人的消息 我来府上就是想问一下 您这儿有念人的消息没有 刚才有人烧信来了 说他没事 现在挺安全的 他在哪 伤下的人 没说他在哪 对 他没事 我就放心了 行 伯父公母 那我不打扰了 广门 回去告诉你爸爸 让他沉住气 我一定会想办法找人救光武的 谢谢伯父 那您早点休息 好 伯母再见 慢走 大小姐 你终于醒了 你别过来 别过来 这是我从家里给你戴的内衣内裤 你换上吧 你放着 你出去 对 我出去 你换好了叫我 好了吗 快了 马上就好 好了 你进来吧 好点了吗 好点了吗 好多了 你好多了我就放心了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昨天的事你还记得吗 我就记得 当时我被高压水龙头推了一下 是你救我的 是你救我的 算咱命大 就你一个人 就我一个人呢 你去救你 不是的 大小姐 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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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你了 不再有水龙头 我与你这儿 你了 我 你了 我向你发誓 我是用背袋盖着你 帮你换个湿衣服 第一 我闭着眼睛 第二 我绝没碰着你身体 大小姐 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因为我 那怎么了 三哥 我们的请愿被拒绝了 学生会强调 如果游行补车 就该示威 但是郡静用了高压水龙 把我们的队伍给冲散了 还有我得到可靠消息 光武被捕了 光武被捕了 消息可靠吗 消息肯定可靠 你先等会 我去把那面条看看 这大白菜没了 这大白菜没了 这酱油也用完了 就剩下酱菜了 这怎么办 只能和点酱菜 凑合着吃了 拿着 拿着 趁热吃吧 好 我 太没有出息了 遇到那么小的事 我就受不了 我不苦了 天人 知道三哥在想什么呢吗 你是三哥从小看着长大的 我一直把你当成个小姑娘 刚才我突然间感觉 你好像忽然间长大了 长成一个大姑娘 那是 大小 你天天在我们身边护着 就像我们的影子似的 到今天我才发现 你这个影子变成一个真人了 就像你们 你们说的那个叫什么词 成长 三哥 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关武救出来 关武这事 我可不敢保证一准就行 我得看看情况再说 三哥 我求你了 我知道你在外面认识的人多 你一定能把他救出来的 你怎么也得答应我好吗 你赶紧把那面条吃了 一会儿凉了 不 我要你答应我了我才吃 好 三哥答应你 我就知道 只有三哥会帮我 快吃 小柳子 看模样 你小子现在还是个人物 三哥 三哥 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 三爷 您先别生气 这小三子是我哥哥 今儿个我尊称您一生爷 今儿个这事是你们家大小姐惹出来的祸 不是说我小柳子跟您府上过不去 这个是局子里边下的搜查令 我是混口官饭吃的 您怎么着 也得让我给上边一个交代 是不是 柳子 你要是还认范爷这张老脸 叫你的人撤走 犒劳兄弟们的茶水钱 我付 我要是不认 我打你个小溜达了 范爷 行 既然你不把我小溜达当人看 我也就别客气了 六位 请这位爷回局子里喝茶去 小溜子 你看在小三子的份上千万别动真格的 太太 今儿个不是说我小溜达不给脸 您也瞧见了 您家老爷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我下不来台 您说说 我要是再不动点真格的 以后我这差我怎么当养我 小溜达 愣着干嘛 搜 走 爸 爸 范家伯母来了 月娘来了 近来范爷还好吗 月娘 是不是范家出什么事了 爸 范家也被抄了 范伯伯 范伯伯让警察局给带走了 什么 他们抓范爷干什么 师爷 你知道的 我们家老爷脾气大 他们本来是来查查的 没想到他抄几家伙把小溜子给打了 我这老哥哥都什么时候了还发什么脾气 是啊 本来小溜子这个人挺好的 没想到他一穿观衣就六亲不认了 那就赶紧找人想办法去 是啊 师爷 我就是想你给拿个主意 可是月娘 你看我们家光武现在还关在里面 我这一时也拿不出什么办法 现在这个市面上不太稳定 店里生意不太好做 店下来做不了鸡皮 数额又少 那库存呢还不少 眼下虽说 有一批从南洋进来的金货 价钱又合适 但什么时候进 进不进这批货 还得您菜也拿主意 都说那小三子很精明 依你之见这批金货进不进呢 这可不好说 虽说眼下世道乱 但是我觉得啊 真正的乱劲还没开始呢 什么乱劲 你想啊 学生为什么闹事 为抗日 日本人在哪呢 还没进北平呢 这真要是哪天进来了 咱就这么说 真要是哪天日本人真进来了 那钱可就毛了 什么都不值钱 只有金货不便值 怪不得地面上的人都称你三爷 行 就照你说的办 来 把南洋那批货进来吧 三爷 外边有个太太要见您 让他进来吧 太太请 干嘛 三子 您怎么来了 快快快走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三子 家被抄了 老爷给带走了 是不是因为念人的事 不是 老爷怎么给带走了 老爷的脾气你还不知道 他脾气一上来 神也拦不住他 他把小六子给打了 小六子一急把他给带走了 小六子真敢动老爷 是啊 三子 干嘛 你先别着急 先坐你先坐 让我想想办法 三子 你先坐下 念人现在怎么样 我能去看看吗 您稍等会儿 蔡爷 我这出去有点事 马上就回来 行 你去吧 念人 干嘛来看你来了 妈 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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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受罪了 念人 妈 您别哭了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嗯 妈 过来坐 治疗的病人 哎 啊 现人 你爸早就跟你说过 不要去跟那些同学闹事 你看你现在 你冤不冤哪 妈 不冤 女儿是为了坑日救过我 妈 家里是不是因为我 出了什么事 没事 警察局去府上抄家 把老爷给带走了 是我犯的事 凭什么抓我爸 眼人 你小点声 好 我明天就到警察局去 他们要抓的是我 不是我爸 我把我爸换出来 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我把他换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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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把他换出来 小三子 你能行吗 不行也得行 我是范靖堂 在老家办过慈善会 给北平两所学校捐过款 我把他换出来 我是遵纪守法 爱国爱民 你们凭什么抓我 人都死哪去了 有个敢出来跟我对话的没有 这要在大清国抓人 他也得有个理由 你们 你们 老爷子 您这么大岁数了怎么也给关进来了 我是北平城的名人 我现在前卿举人还做过支线 抓人过堂那是家常便饭 可我没见过这么稀里糊涂给抓进来的 老爷子 我是往城里运煤 正碰着学生游行 警笛一想 这骡子惊了 碰着警车了 就说我是共产党 我是共产党 人家可得要 好歹你算点事 那天我在强几脚尿尿 刚尿的半截 这警罐子就冲着我这后腰就来了 行了 这儿不早了 明日早起来不知道是人是鬼 睡吧 老爷子 歇了吧 我不睡 我倒要看看他们能把我怎么着 好 老爷子 您不睡 我睡 跟政府倦 您算是找对人喽 睡了睡了睡了 你说老爷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现在在耗子里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真让人担心 太太 您就别担心了 也许老爷每天都想着光汉和耳心 这心里头一高兴 烦心事全没了 林子 你一张嘴说话 总能让人听出点别的意思来 我有什么不敢说的呀 您看看 这府上出这么大事了 他们俩倒好躲在屋子里乐喝着呢 谁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想 谁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想 我现在就是担心老爷 万一有个什么闪失 你说这一大家子人该怎么办呢 林子 看什么呢 太太 祖儿阁 我梦见紫朝少爷了 他跟我说 他想喝豆汁 还想吃 焦圈救咸菜 他好像 穿的是我给他做的那身衣裳 还戴着瓜皮帽呢 可好看了 说这些都无济于事了 说这些都无济于事了 你去歇着去吧 太太 你能把紫朝少爷这张照片 让我收着吗 我 你要少爷的照片干什么 我 我是怕您 天天地 看着少爷的照片心里头难受 你要是想要 就拿去吧 就拿去吧 我 庄儿 庄儿 这些东西哪儿来的 从老爷书房拿的 你这不是从老爷那儿偷东西吗 我的事你少管 再说了 你现在有身孕 需要补营养 我手头上有钱吗 没有 你缺钱 可以从太太那儿支 你也不能偷东西 什么叫偷 我告诉你 我就是把东西拿出去抵押一下 等有了钱再赎回来 再说了 老爷那屋里边什么没有 少几点东西 他看不出来 光海 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对 老爷刚被关进大院 你就这样偷他东西 回头要让老爷知道了 他不得伤心死 你听我一句话 把这些东西放回去 你给我让开 你穷得的什么 我告诉你 要不是你怀了我孩子 我 我修了你我 你怎么着呢 我又说话呢你 你别以为我做出来 我告诉你 你要是把今天的事说出去 让老爷知道了 我说得出做得出 听见没有 妈 林子说您找我 我就是想问问你 铺子上的事 铺子前两天爸刚去查过 铺子上亏空这么大 老爷知道这个事吗 谁说亏空了 光海 你从铺子上支了多少钱 我从铺子上支的钱内也入了咱家的账了 您要是不信 您跟爸一块去查查 谁这么碎嘴烂舌的捣捅我 我跟他没完 你要是没有乱花钱就好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老爷现在还在牢里呢 你是家里的少爷 做什么事情 要为这个家着想 共渡这个难关 大家才有个盼头 好的 我知道 也不知道我爸什么时候回来 小三子这两天正忙着这个事 小三子 小三子他管个屁用了他 小三子不行 你行 妈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小三子当初是被爸给赶出去的 这要是传出去了 那爸不是没有面子吗 广汉 你说话积点得好不好 老爷什么时候把小三子赶出去了 得 我说错了 行吗 妈 你可千万别生气 行了 我就不爱看你这副腔调 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 好的 那我忙我的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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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子 你在这干嘛呢 昨日夜里就院子里老闹耗子 半夜里老有动静 我就是想查看查看 看看这耗子是外头来的呢 还是家养的 好 林子姑娘睡觉还挺轻的 连只耗子的动静都能听得见 别说是一只耗子了 就是一只蚂蚁爬进哪个屋了 我全都知道 不知林子姑娘昨儿听到哪个屋闹耗子 好 老爷书房吧 你听见了吗 干嘛呀 干嘛呀 放开放开放 放开 大少爷 你胆也忒大了点吧 你敢趁着老爷倒霉进大狱的功夫 偷他的宝贝 这老爷是回来知道了 我看你的好日子该到头了吧 林子 我服了你了 我服了 跟你说实话吧 刚才我就想进你太太屋跟她说这事呢 后来看着你了 我改主意了 谢谢林子姑娘开恩 行了 你也甭谢我 谢也忒早点 我想问你 你偷老爷这些宝贝想干嘛 我 我手上缺钱用 理解 我理解 男人总该有些应酬的 正常 那是 你看我这手头上总比寻常人要大方一些 嗯 然后这个铺子上生意厂上的朋友 也得打理不是 对对对 我手头那点钱不够花呀 要这么说呢 你用这些做法换来的钱 都用在翻家产业上是吧 是 只怕是大少爷还有别的想法说不出口 是吧 丁子 这回这事你要是替我挡过去 只要有我光汉在府上说一不二那一天 我忘不了你的大恩 大少爷您别这么说呀 您是翻家的大少爷 想干什么谁也管不着 我们做下人的呢 看见了 你就当没看见 您自个儿清醒点就是了